最近一個香港移居英國的爸爸 在面書上分享了 自己怎樣利用店鋪的退貨政策 成功申請退款 大約6500元的經歷 他新買的電視 被女兒弄爛了 但因為保養是不包人為損壞 所以理論上是不可以退貨 他後來去到相關門市的櫃檯查詢 告訴店員 電視買了不夠一個月 後來就爛了不可以再用 問問可不可以退款 他原本都以為不可以退 但店員就跟他說沒問題 之後又有另一個職員出來檢查 他對店員隱瞞了是人為損壞 最終成功退回699元的英鎊 他這個行為引起了網友的憤怒 大罵他可恥 影衰香港人 他的原貼似乎因為被太多網民負評 已經刪退 根據英國相關消息的官網指出 所有電子產品 都可以在90天內存在退款 但就不接受意外損壞的產品 這樣意味著 這個港巴的退貨行為 其實並不符合相關的條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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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